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中论第十品 关燃 可燃品 燃就是火 燃烧的火 可燃就可以被燃烧的新材 这里用燃跟可燃 就是火跟财之间的关系 来比喻我跟五蕴的关系 燃的火它是比喻我 可燃的新在比喻五蕴 所以新跟火之间 它有不及不离的关系 同样我跟五蕴 也是不及不离的关系 我们先看这一品跟上面几品之间有什么关联 第八品 观作作者品 说明了作业的作者不可得 因为作业 业有身口意业 这些行为动作必须有造作的动作的主体 这就是作者 而作者跟作业 它是因缘相待的 没有作者的知性 也没有业的知性 这是造作 第九品 观本注品 本注有的是翻译为先行者 先行者 是什么的先行者呢 就是严等诸根 还有苦受 乐受等诸法之前 也认为在严等诸根 还有苦受 乐受等新行诸法之前 有一个神我 这个神我 是在诸根的先行 有这样的神我 中论 破斥这样的神我 这个本注 还有的翻译成为受 受者品 也就是说明了受用的受者不可得 有造业的人 相对的就有受报的人 不过不管是作者受者 在中观看来 这个都是空无自信的 第八品谈作 第九品谈受 而第十品观然可然品 是约辟喻 总显作者与受者的空无自信 合起来说作者无自信 受者也是无自信 然是火 可然是心 然可然就是火与心 以火与心来辟喻我与五运 火是相对于五运 火它是比喻我 心是比喻五运 因此也可以说前二品是依法破 前二品是第八品 观作作者品 还有第九品观本注品 依法破 而这一品观然可然品 是约欲来破 约辟欲来破 依法破的意思就是 作者作业无自信 这是第八品 如果第九品的话 那就是受跟受者无自信 破斥 法跟作者受者的执着 这一品是针对它批育的不合理 加以破斥 外道及小胜的独子戏 都喜欢用心火的辟喻建立他的我 像独子部 他们成立非吉运 非离运的不可说我 而外道 他成立神我 佛事实破外道的神我 是以吉运 离运的方法 显示我不可得 就很多人 以为有一个实在的神我 佛就说 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神我 这个我 只不过是五蕴的甲合 那这五蕴 是不是就是我呢 如果五蕴 就是我的话 五蕴有生灭 那我是不是也有生灭呢 外人认为我是没有生灭的 因此 主张五蕴就是我 这是不对的 而又有人主张 离开五蕴有我 有一个神我 佛又破斥 这个如果 我是离开五蕴的话 那五蕴里面有社蕴 社蕴就有肉体形骸 如果我是离开五蕴的话 那代表我就没有形骸 没有肉体 而另外还有受想形式 这四蕴属于信心所法的 如果我又离开了这些信心所法的话 这样的我也没有见闻聚知了 因此 如果离开了五蕴 那这样的我 不但没有形骸 也没有见闻觉知 那我们怎么知道 有这样的我呢 这样的我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佛常以极蕴 离蕴的方法 来显示我不可得 而独子系 他们为了避免落入 极蕴 离蕴的过失 他们就成立 不急不离的 然可然辟蕴 解救自己 主张有 非己运 非礼运的 不可说我 意思是说 离了可然 就没有然 就是离开了财 心财 就没有火 这是在说明不离 可然不离然 但也不能说 然就是可然 因为然是火 可然是心财 火跟心财 并不完全相同 这是在说明不急 然与可然 是不急不离的 五蕴和合有我 同样的可然 心财 或者是空气 或者助然的人工等等 一年和合才有火 也是这样 说离五蕴 另外有一个我 这不可以 但如果说我就是五蕴 也同样是不行 我与五蕴是不急不离的 虽然不离开五蕴 但也不就是五蕴 这独子系他们用心火的辟语 想要成立他的非己运 非礼运的不可说我 中观家呢 中观家是说不急不离的缘起我 也是讲不急不离 不过中观家所说的不急不离的缘起假名我 跟外道独子系所说的不急不离的神我及不可说我 二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 外道及独子系所说的我 总以为是有实在性的 或者是神庙的我 中观家说的我 则是如幻如画缘起假名的我 所谓如幻 它有两个意思 中观的正义就是圣意必尽空 世俗缘起假名有 同样的如幻一方面在表明 这我如幻是在圣意之中没有一个实在的我 但是在世俗假名五蕴何合的假名 有我在修行 或者是有的人造了业 不管是恶业或善业 还是有各自的因缘 因此中观家所说的我并不是有自性的我 而是如幻如画缘起假名的我 是圣意必尽空没有实在的自性 不过世俗假名 还是有的 第二 外道与独子系说不及不理的然可然欲 主要是想建立他们的我 是实有 而不是为了成立五蕴 中观家说五蕴何合的我 不但我是不及五蕴 不离五蕴 即使是五蕴 也是不及假我 不离假我的 他就彼此我跟五蕴 假我跟五蕴 他是不及不离的 五蕴與假我 一切都是相依而有的假名 是空 自己的空是无自性的意思 生意毕竟空 没有五蕴的法 这是法空 没有我的实在性 这是我空 从空无自性中 有相待的假我 也有相待的假法 有我跟法 同时是阴代的假名案例 五蕴与我 一切都是假名有 这样的有自然 与外道独子系 他们所说的有不同 中观所说的空 是指无自性 而外人一听到空 以为是虚无 什么都没有 而中观所说的有 只不过是缘起假名有 而外人说的有 经常误以为是实有 因此这里分辨 空跟有 中观与外人 所主张的是不同的 因此 虽同样的说不及不离的我 而意义完全不同 独子系 他们虽然讲非吉韵 非礼韵的不可说我 但是这样的我 是实有的 而中观说不及不离的我 这个是缘起假名的 是无自性的 这是在本品破然可然时 应先有的根本了解 不然破他中的结果 连自重的正义 也误会被破了 以下是正论 我们看这一品最后一页的科判 这一品主要先分成两大部分 更一 是广破欲说 破次然可然这样的辟欲 第二部分 更二是结显性空 破直之后就显正 而破直分成五门 心一是一意门 就是外人也的主张 然跟可然是同一 也的又主张然 与可然是别意 如果有自性的话 不管他主张是同一 或者是别意 其实都是不对的 心二是因代门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我们讲中观经常会讲到阴代 就是互相观代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互相观代 千万不要落入独子系的 这一种互相观代 因为他们的互相观代 会落入两个过失 第一个是 然跟可然已经成立了 各自有自性了 再来相应代 另外一个 是相应代以后 而成立各有各的自性 不管先有自性 再来谈应代 或者应代之后 而有自性 在中观看来都是不对的 因此中观谈应代 但是无自性的假名 官代 它不会 又落入自性值 心三 是因不因门 就是因代或不因代 从这 两个角度来看 心四 是内外门 然跟可然 是不是从内而出 或者从外而入 其实都不是 心五 是五球门 看可然 是不是即是然 离可然 有没有然 或者然 有没有拥有 可然 或然 当中 有没有 可然 可然当中 有没有然 有五项 最后 两项 是 解显性空 好 这是这一片 的架构 我们先看 一意门 破直 一意门 一意门 先总破一意 其次 再别破各意 因为执着然 然跟可然 各别 各别的比较多 所以 花多一点的 祭颂 来破斥 第一颂 如果然 即是可然 的话 那么作业 跟作者 就同一 后半颂 如果然 可然 与可然 是完全别意的话 那么 就 离开 可然 又 然 单独 存在 这一颂 有几个关键字 第一句的 是 是关键字 就是即是的意思 另外 第三句 意 这是关键字 是 即是就是意 意就是别意 因此 导师 取 这关键字 来 案例科判 叫做 一意门 人 我们知道 作业跟作者 一个 作业是法 作者是人 比如说去跟去者 去 那是 去的动作 去者是指 那个整体 去的动作只是 去者的一小部分而已 我们不能说 然 即是可然 如果这样的话 人法 就统一 会有这种矛盾 那完全别意 的话 就是 离开了心才 而 就有火的自性 其实这个也是不可以的 一般人的见解 有的以为我与法是一体的 身体是我 知觉是我 身体是生 知觉是心 身心的五蕴 就是我 这是主张 即蕴是我 但在其他地方 认为 即蕴是我 是不对的 因为外人认为 我是 恒常的 而五蕴是 五常生灭 如果我就是五蕴的话 五蕴有生灭 那么我是不是也变成生灭了呢 而且我是独一 五蕴却有五 一跟五 也不一样 有的人 见到身心 有变异 又觉得 是别体的 但 我 与法 别体 又不能忽视 我与五蕴有关系 于是 主张 我 我与法 各自 别体实有 可是 不相分离 信空者 不承认这种看法 他们 例如独子不等 就以燃可燃的辟喻 来 就自己的主张 世俗地中 燃与可燃相待 就是火跟心 相应待 而可说 有燃可燃的不同 但 圣意的见地 是不可以说实体的 因为圣意是必尽空 是无知心的 如果圣意有 是真实的自信有 所谓自信有 就是 恒常不便 还有独存 独一 如果自信有的话 要么就是一 要么就是别意 不能说相应待 有各自 有实体 中观 他是认为相应待 但是 既然是相应待 那就是假 假有 并不是 有自信的实体 所以 破词说 然 是火 可燃 是心 假定 然就是可燃 火 就是心的话 那么 作业 与作者 就应该统一了 作 是所作的事 或者业 作者 是能做的人 一个是法 一个是人 一个是法 能做的人 与所做的事 说他是统一 不仅是有智者不承认 即使是尝试的见解 也认为不可能 像去者跟去 去只不过是去者行动的一小部分 因此 人 并不全等于法 因此 主张 我 就是五蕴 这是不对的 所以 他们也就转 执着 主张 然 与可燃 是个别的 但 主张个别 这还是不通 假定 真的然 与可燃 是 各有实体 各有自性的话 那就应该 离开了可燃 另外有燃 独立存在 也就是 离开财 而有火 独存 因为二者 是完全独立的 如果你主张 各有自性的话 离开了财 有单独的火 离开了火 也有单独的财 这是辟欲 然可燃 如果应用在法上的观察 这 然 的火 它是 在比喻 我 可燃 的 心 它是 在辟喻 五蕴法 从所辟喻来说 离开五蕴法 应该由我 我 我与法 是 各别的 可是 实际上 在五蕴法 之外 哪里 有人 可得呢 如果 离开了五蕴 还有人的话 这个人 他就没有色法 就没有肉体 也没有心法 不能见闻觉知 这样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 有这样的人 这个人 又没有色法 没有心法 这样的人 又有什么用呢 因此 离开五蕴法 如何 知道有人呢 凭什么 能证实 它的存在呢 当然 也不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 角柱六 导师 在 十八品 观法品 解释 若我是五蕴 五蕴就是五蕴 我就会落入生命 因为五蕴 它是有生命的 如果主张 我就是五蕴的话 五蕴有生命 那么 我也跟着有生命 但是外人 认为这样的话 就跟我的定义 是常 互相违背 如果我 跟五蕴完全别异的话 那这样的我 就不是五蕴像 并不具有五蕴的特征 我们看倒数第三行 不以五蕴为我的特征 因为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单独的我 这样的我 就不具备有五蕴 那我就不是物质 没有色蕴 也不是精神的 没有受想行事 这是四蕴 没有精神的 当然就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离运的我 究竟是什么呢 它没有物质 也不能见闻觉知 这样的我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们先把握这两点 集运的我 它会落入我 也会有生灭的过失 如果离开五蕴 主张有我 这样的我 没有物质 它不是物质 也不是精神 既没有形骸 也没有见闻觉知的作用 凭什么能够证实它的存在呢 以上是总破一意 主张一的或许还比较少 因为他们主张我是横长 可是五蕴它有生灭 因此 多数人 主张五蕴 跟我 它是个别的 因此底下 别破各意 就 用了比较多的祭颂 来破次 这个是第二颂到第七颂 都是在破 然与可然 各意 首先 破不相因 就是不相因代 如果个别 獨立存在的话 它不相因 没有互相因代 首先 破次 是 亦可然之然 就是外人主张 离开可然 离开心才 有火的自性 有然的自性 第一 就是不需要有 有财 就有火的自性 第二颂 如果 是这样的话 这个火 既然有火的自性 它不需要再 添财 添加财 添加心才 这个火 就 一直 经常在燃烧 因为它有火的自性 它就可以自己一直燃烧了 也不因 可燃而生 因为既然有燃的自性 有火的自性 它不必因代 可燃的心 自己就单独存在了 也会落入第三个过失 没有 燃火之功 也就是 不需要有人 的助援 有人工的助援 火 我们要经常 让火一直保持燃烧的话 要随时留意 会不会 心才不够 需要再添财 或者散风 如果火的自性 经常在燃烧的话 即使没有人的照顾 火也是会不断的燃烧 如果这样的话 根本不需要 有人工助燃的因缘 易明无作火 火它有烧心的作用 既然可以离开心的可燃 单独成立 就没有烧心的作用 这是第二颂 第三颂 若燃不应代可燃 如果火不应代心 火有火的自性的话 火有火的自性的话 就不需从因缘而生 不需要从因缘而生 不需要从因代心的缘 燃就可以自己成立了 那如果燃有燃的自性 那如果燃有燃的自性 这个火 不需要因代才 它就会经常燃烧 而人工的助援 就不需要了 人工则因空 我们看导师的解说 一般人大致主张因法有我 而我有别体 在法之外 另外有一个单独的实体 所以这里专从别体 来破它的无因 如果离开可燃的柴 有燃烧的火 有火的自性 那么就有以下的四种过失 第一个 燃烧的火 既然可以离开可燃的柴 而单独成立 有火的自性 单独成立的话 那么就应该 常时 都有火 在燃烧着 不论有柴 没有柴 有火的自性 那就可以一直燃烧 一直有火 因为它不需要因代才的因缘 好 这个是常燃的过失 我们一方面比对角柱十 瓜糊二 极章的中观论述 如果 认为离开可燃 有燃的自性 就会堕入四种过失 第一个过失是常燃 好 若 因心有火 如果 需要有才才有火的话 那心才一旦 烧完了 那么火就灭了 就不会经常燃烧 如果有 因缘 关系的话 火跟心有 互为缘起的关系的话 心静则火灭 可是 如果你主张火与心各异 即使心静了 火单独有 有火的自性的话 那么火中不灭 火不灭 那就是经常燃烧了 这是第一个 会堕入常燃过 第二是失因过 我们看上面导师的解说 不但有常食火烧着的过失 更应该自助集体 火经常自己自体安住 不因可燃的才 而由火生气 如果有火的自性的话 自性就是自己成立 不带因缘 不必因待才的因缘 这样的话 就会落入无因果 不需要有才的因缘 就有火 我们看极章的中观论书 第二 失因 既有火体 跟心是别意的话 那么火 就不必因待心的因 而单独成立 它不需要 心作为因缘 因此就失因 因是主因 会堕入无因果 第三 看导师的解释 除了常食 不带可燃的因 而火能升起以外 既然是经常燃烧的 也就无需有燃火的人工了 不需要有人去守护 看着火 让它经常保持燃烧 我们看极章的中观论述 第三 失缘过 缘是人工的主缘 人工 他们守护着火 让它持续不断的燃烧 如果火快灭了 赶快再添财 或者山峰等等 可是 现在火既然不需要有心 它经常燃烧 那何必 还需要人去守护呢 它自己本身有自性 就可以自己燃烧 就不需要人工守护了 我们留意一下 二跟三 一个因 一个圆 因跟圆 有时候因是主因 圆是助圆 有时候因跟圆 并没有分别 不过这个地方 财是主因 人工 这个是助圆 好 第四个过失 燃是不离可燃而有的 现在却说离可燃有燃 那我们请问 这燃烧的火 到底燃烧些什么呢 没有所燃烧的财 火就失去了火的作用 所以说 一鸣无作火 我们看几章的中观论述 第四 无作者 就是作用 火有什么作用 它有烧心的作用 可是现在却主张 火有火的自性 它经常在燃烧 不代 不应代 心的因缘 它自己本身一直在燃烧 则无烧心之用 没有烧心的作用 因此就成为无作之火 因此这四个过失 第一个是常然过 第二个失因过 第三是失缘过 第四是无作过 把这四种过失归结到根本 问题在于无因无缘 它不需 因代才的可燃 而有火的自性 也不需要人工的助缘 有了自性见 那会落入这些过失 那是必然的结论 一定会落入这些过失的 第三诵 所以说 然 与可燃 如果真的是各个独立的话 然 就不必因代可燃 那就是不从因缘生起 他自己 有燃的自性 不带 才的因缘 不从因缘生起的火 如常常的燃烧 那么 天才 摧火的人工助缘 也就应该是空无所有的 但是事实上 然与可燃 并不如此 它是有相应代的关系的 第四诵 破 亦然之可燃 刚刚是说 离开了可燃的才有火的自性 这里 换另外一个角度 外人主张 离开了燃的火 认为有独立可燃的自性 如果 你说 有可燃的自性 那么可燃的心 当它正在燃烧的时候 名为可燃 不过 那个时候 只有心 到底什么东西 在燃烧可燃呢 我们先有一个了解 称为可燃 那一定是被火所烧 才称为可燃 外人 主张 离开了可燃有燃 不是像你中观家所说的 我们的意思 外人的意思 以为可作燃烧的财心 早就有了 它与燃不同 与火不同 不过 到了燃烧的时候 其火燃烧了 那时 因可燃而有燃 因财而有火 燃烧 燃烧的时候 才也就成为可燃了 它们主张先有才 燃烧的时候 就可以成为可燃 燃 燃与可燃 虽然各有别体 但不会落入 但不会落入 无因过与 常燃等过失 这是外人 这是外人 救自己的主张 可是在论主看来 这还是有很大的错误 心才之所以成为可燃 那是因为 心被火所燃烧 才成为可燃 心不一定都是可燃 心有的 它很潮湿 或者是 根本放在一个 没有养 助燃物的地方 它不一定 都可以成为可燃 在没有烧的时候 不是只有心才 而已吗 它并不是可燃 它还没有燃烧的时候 只有心才 还不能成为可燃 你说烧时 才成为可燃 那么我们请问 还没烧时候的心 正在烧时候的心 智性都是石油的 其实并没有差别 如果主张有新的智性的话 不管还没烧 或者正在烧 有新的智性 那这个智性是没有差别的 没有烧的时候 只可以叫心 它没有火的燃烧 不可以叫做可燃 而烧的时候 有什么力量 可以使心成为可燃呢 如果 你主张 离开火 有可燃的智性 如果离开火 有可燃的智性 如果离开火 有可燃的智性 那你可燃 离开了火 怎么还能成为可燃呢 离开了火 没有火 来烧你 这个财 那 这个财还能称为可燃吗 因此 论主就必问他 如果你离开了火 有可燃 那到底 何物 在燃烧 才 而成为可燃呢 好 这个是 破 一燃之可燃 就是 离开了火 有独立的才 可得 以上是不相燃 就是说各自独立 而没有燃带 离开了 才 有火的智性 离开了火 有才的智性 离开了火 底下第五颂 开始 到第七颂 破 不相及 相及是接触的意思 第五颂 第五颂 论主的 问难 第六颂 是 外人 救 外人 在 辯解 自己的主张 第七颂 论主 破 彼此的关系是这样子 彼此的关系是这样子 好我们先看第五颂 然后 论主的问难 如果 你主张 火与心 是别意的话 然跟可然是完全别意的话 就没有关系 彼此分离 各有自信没有关系的话 那么火 就不能够到达心 燃不能到达可然 没办法接触 则不能燃烧 不燃烧 就不会灭 不灭 那么就会永远藏住 详细的我们等一下再看 导师的解说 第六颂 外人 反驳 然 跟可然 虽然它是各自别意 但是 它还是可以到达 然还是可以到达可然 火 还是可以到达心 他们举一个辟语 如此人至彼人 彼人至此人 这个在梵文 那是女人到男人那边 男人到女人这边 男跟女是别意 可以互相到达 这是外人的反论 第七颂论主在破 如果说 然与可然 二者是相离的话 如果完全都没有关系的话 都是别意的话 那么然 是可以到可然那里 就好像 女跟男 它完全互相别意 女或许还可以到男那里 男人可以到女人那边 但是 问题 是 离开了可然 有然吗 离开了女人 男人还在 但是离开了然 根本就不能称为可然 所以 男人跟女人 即使离开了女人 还是有男人 可是 然跟可然 可然 却不是这样子 离开了然 不能称为可然 离开了可然 的心 或者 可以燃烧的氧气等等 根本没有火 怎么可以说 然 与可然 是完全 别意 而 没有关联的呢 好 我们先看第五颂 论主的问难 做一定要执着才与火 是别意 就是火与心各住自体 各有各的自性 如果这样的话 火就不能到达可然的心上 如果火不能从这里到心那里 使火与心二者发生关系的话 不能发生关系而让可然发火 如果二者不发生关系的话 那么可然的才就烧不起来 火没有办法到可然的才那里 这个才就烧不起来 所以说 不治则不烧 火不治可然那里的话 可然就烧不起来 不烧就没有火 没有火 也就不会有火可灭 火不可灭就成为常住 失去了因缘的意义了 第六颂 外人 外人 旧 旧就是在提出另外的理由 来圆满自己的说法 是谁说然与可然 别意就不能够到达接触呢 依我们说 正因为才与火是别意的 才可以说到达接触 例如 假使然与可然不异 是一体的话 如果是一体 那才真的没有 至与不治可谈的 所以 然与可然是差别各异的 而然才能够到达可然的地方 例如有两个人 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人 男女不同 地点 也不一样 此男人可以到那个女人那里 那个女人也可以来到男人这里来 这岂不因为他别意不同 而可以说至吗 可以说到达或接触吗 祭颂中的词笔 原语是男女的意思 第七颂论主 针对外人的旧再加以破斥 外人所举的达欲 与所说的法根本不合 达欲是为了成立法 你要成立自己的主张 有着举达欲来说明 但是在论主看来 你这个达欲跟你所说的法 是不相合的 假使真的离开了 或 有心 离开了然 有可然 离开了可然 有然 然与可然 二者 一向是相离的 完全相离的话 或许 可以如男女一样 可以说然 可以到可然那里 可是 事实上 然与可然 真的可以相分离吗 离开了然 根本就没有可然 可然的心是要 要有火 燃烧才成为可然 离开了然 根本就没有可然 而离开了可然 也就没有燃 离开了这些燃料 那火也烧不起来 既不能相离 那么你说辟欲 说这个辟欲 成立 然与可然别意 又可以相接触 相到达 那不是 非常不合理吗 我们看一下角柱 二十四 清目四 答曰若未然可然 这两个 都是相分离别意的话 那么 然 只能至于可然 如果离开然 有可然 离开了可然 有然 各自成立的话 或许 然可以到可然的才那里 可是事实上 并不如此 为什么 离开了然 根本没有可然可得 离开了可然 也没有然 那你的辟欲 男女 即使离开了男 还有女 离开了女 也有男 你用男女 可以完全别意 来说 来说 男可以到女那边 想要来正成 或可以到可然那里 但是 男女可以分离 你 确实可以各自成立 即使离开了男 也有女 但是离开了可然 根本没有然可得 因此你的辟欲不成 不能够成立 然 可以到达可然那个地方 好 这个是 以上 的破不相及 这是别破各异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